大家好,我是老赵 自从发了小马君和他妈妈的视频以后 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 然后好多人也转发 然后好多媒体转发 我现在在这正中说明一下 就是媒体转发的我都是授权的 现在我自己发除了抖音以外 然后我还有抖音号 小红书和快手 我也在一起发 我除了这几个平台 其他的是没有的 还有头条和西瓜视频 是我在抖音上同步的 然后其他的上面都不是我发的 我的抖音号也叫撒花牧场 小红书快手 还有我所有平台上都叫撒花牧场 之前搬运咱视频 抖音上有个叫游牧人亚捷的 他是搬运的我视频 我已经投诉了 好多粉丝也帮助投诉了 他是恶意搬运 后来又要卖货又要什么的 后来我发现他那个作品里 不光是盗用的我的视频 其他的视频他也是在这混件 可能开始他有一段介绍 然后后边是骑马的 驯马的视频 那都不是他 这个是在抖音里 然后还有一个在视频号里叫 青色珊瑚的守护者 我所有的视频 我只要发出去十分钟以后 他都在搬运 直接发 好多人认为那是我本人 那个号不是我的 然后我发的那个叫 也叫撒花牧场 我是在一个收割机前面的那个图像 那个是我本人 然后这个是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身份证 我所有的视频里边 就是这几个平台是真的 就是我的号都叫撒花牧场 什么青色珊瑚守护者 什么游牧人亚捷 还有其他的那些等等等等 那个都不是真的 也请大家放心 我们全家会尽全力照顾 现在为他 为这个小马军呢 我 我们一家 然后包括现在牧场的所有人 都在抢着为小奇悦 包括来在牧场的游客 来的第一件事 来的第一件事 也是来看小奇悦 我会 一直给大家发小奇悦的 这个相关的视频 好